冬天来了,喝一碗牛骨头白萝卜汤,暖心又暖胃 牛骨头提前用冷水泡两个小时左右 把里面的血水给泡出来 然后用清水多冲洗几遍 洗到水变清为止 把牛骨头捞出来,放进冷水锅里面 加入姜片,葱段,再来一点米酒,也可以用尿酒 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把里面的浮沫打一下 打浮沫的时候调小火 打完之后再开大火 煮个两分钟左右 第二波的浮沫也出来了 再次打干净 这样里面的浮沫就煮得非常的干净了 然后再放进清水里面冲洗几遍,洗干净 锅里少放一点油,下入牛骨头 用筷子扒散 加入生姜片,葱段 再来一点化胶粒 煎到牛骨头表面有一点微焦的状态 加入一点冰糖,加入适量的开水 煮个五分钟左右,里面会有浮沫出来 再次把浮沫打干净 倒进高压锅里面,电压力锅的话大概40分钟左右 煤气灶的话20分钟 再准备一个大白萝卜,去皮,切成滚刀块 高压锅里面吸气之后 把里面浮上来的香料给调掉 然后再下入白萝卜 加入适量的食盐 再来一些胡椒粉 盖上大概15分钟左右 如果是煤气灶上面的话,上汽5分钟 我们的牛骨头白萝卜汤就做好啦 炖好的牛骨头汤真的是超级超级的鲜 白萝卜也是压得非常的软烂,超级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收藏起来以后试着做一下 感谢观看,我是阿宇,拜拜